俗地 俗地讲现象 讲假象 所以真地是讲自信 自信记住 我们常述 它不是物质现象 它不是精神现象 它也不是自然现象 所以说它是真空 这个空不是物 它能现象 但是它所现象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它现象就像我们在电影 荧幕上看到的现象 看到好像是真的 它不是真的 所以真正欺辱这个境界的人 他看六道 看舍法界 看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诸佛 插土 都是幻想 全是荧幕上的现象 你只要不要把它当真 它不该死 它决定不妨碍自信 虽然它有三种现象出来了 自信上没有 但是它自信不妨碍它现象 它现象也不妨碍自信的真空 我们把真地 比喻做电视荧幕 俗地呢 是荧幕上现得下 然后中地 你再好多 俗就识地 识钱 识钱 识素 列一切法之为 那他以为一切法是真的 列一切法了 诸法虽皆本空 皆不够得 若以假观照旨 这能递流 信居诸法 历历还然 顾名所谛 说的是世俗人看 以为是真的 我们六根所说 接触到的流程经济 依然看的是 儿天的阴神 鼻闻香 血肠胃 身体对外面境界的接触 还有第六意识 这大妄想 想过去 想未来 这全是假的 假的 你不能说他没有 他真有 那怎么办 用假观照旨 他虽然有 他不是真实 这个真实 他不是 永恒存在 他刹那刹那在变化 所以 经教里也说 这种现象叫 无常 时间 时间短 短到一秒钟 居然有 一千六百兆的生命 我们看不到 我们今天看的这现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科学家 探索 物质现象 到底是什么 近代的科技发达 高倍行为镜当中 看到了 精密的计算机 精密的计算机 测量它的速度 发现这个现象 像闪光一样 才随着看见 立刻就消灭了 第二个光又来了 像闪电一样 起始 就像我们电影 放映机里头 幻灯片一样 镜头打开 这一张幻灯片 打在荧幕上 把镜头关起来 再换一张 再打开第二张 你看到了 它的速度快了 我们眼睛来不及 看到好像是真的 快到什么程度呢 一秒钟二十四张 过去我们看电影 一秒钟二十四张 我们就看到 好像是真的了 现在佛告诉我们 我们现前那个境界 一秒钟多少张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张 所以你以为是真的 所以你以为是真的 感谢观看